50岁,谢信工地工头昨天上工前,到超商买饮料准备为老工人,没想皮夹掉在路上,被台中市警局太平派出所巡逻原警王俊荣,曾鸿文实货,警方发现皮夹内有一张发票,8100元现金,没有其他身份证件,循现调阅相关监视器,找到使主谢信工头,谢信工头感谢警方协助。 原警王俊荣,曾鸿文昨天上午巡逻行警用封路时,发现路中间有一个黑色皮夹,里头有8100元现金,以及一张超商发票,但却没有任何证件,无法找到使主,心想使主不见这笔钱一定相当着急,立即着手巡人任务。 警方根据发票上资料,协调开出发票的超商提供监视器,从中发现11名中年男子骑机车到超商买东西,并从机车的车号找到谢信机车车主。 谢信车主经警方通知,确认是他到超商买饮料,才发觉皮夹掉了,连忙到派出所认领。 谢信工头说,他的皮夹里有8100元现金,是小的工程材料款项。 他上班前,顺道到超商买饮料给工地工人喝,没想到皮夹掉在路上,换好警方热心协讯,才找回他的皮夹。 非常感谢警方热心协助及警方为民服务的热忱。 警方评一张发票,协助谢信工地工头找回皮夹。 图翻设画面,分享谢信工地工头,又到派出所认领皮夹。 图翻设画面,分享警方评一张发票,协助谢信工地工头找回皮夹。 图翻设画面,分享警方评一张发票,查出施主骑机车到超商买饮料,以车捐人。 协助谢信工地工头找回皮夹。 图翻设画面,分享。